农民 从出生那一天就注定 这一生要流淌很多很多的汗水 才能有收获 喜悦 希望 慕敬哥阿易家中排行第五 出生在马来西亚一个农村 祖籍在广东省 小时候除了上课以外 也非常活跃于课外活动 他和一般的小孩子一样 喜欢摄影和交友 毕业后到外地工作多年 因为疫情回到家乡 为了生活 他除了做电商 也兼职在榴莲园工作 所谓生命不留白 为自己的天空欺上色彩 制作视频是他的爱好 希望让家人朋友们看到 美丽的果中之王榴莲 视频有分为三大类 一、开花结果的过程 二、各种榴莲品种 三、农民在果园的点点滴滴 因此 目镜哥阿易预计的旅程 就在此刻开始